第十四章 义父 义母 义母听说我要去日本读书 心里很不好受 她真的爸妈的同意 要我去她家住上几天 她不忍心叫我走 可为了我能受到很好的教育 还是同意我去 义父义母是两个可爱的人 义父多才多艺 义母是我海提时代 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 认识她们时 我已经八岁了 一天 爸说要带我去看她的一位朋友 赵彭生和她的妻子 他们刚从南方回到北京 从爸的介绍 我很敬佩她的这位朋友 爸说她有许多方面的才华 她是元大总统的河南老乡 最初只在军队里当个小官 元统帅新军时 变成了元的私人秘书 她公文写得极好 而且涉猎广泛 书读得很多 除此以外 还弹得一首好琴 对画山水画 也有高超的情趣和技巧 她是个富有魅力的人 到过许多别人想去 而从未去过的地方 走遍大半个中国 少年时代在蒙古和满洲待过 她跟我讲 蒙古那地方 只有小人书里的仙境可以比 远处广袤的草原 绿油油的青草 就像一块巨大的翠绿色地毯 铺盖在大地上 森林里有上百种鸟 大的有鹰 而长着细细羽毛的小鸟 有些比栗子还小 她背诵了一首 描绘蒙古的 筷炙人口的古诗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 现牛羊 她每天都能见到这种情景 她说 蒙古的土地很便宜 而且有茂密的森林 买卖土地的方式很特别 买主走近卖主 声明自己要买土地 然而他们并不丈量土地 而由卖主站在远处 由买主叫喊声音传的远近来定 她还到过西藏 爬过大雪山 在山顶 她看到当山谷被白雪覆盖时 湖中还盛开着莲花 而且蓝蓝的天空上 飞翔着成群的长尾巴白鸟 她曾顺着金沙江 向西南漂流而下 她说 人们在那里 很容易逃到金子 你所坐的 只是到河里盛起沙子 过筛 就会留下金子 但那里的气候 变换不定 她记得 第一天天气酷热 脱去衣服 彻裸着背 在阳光的暴晒下 灼热难忍 但第二天到的地方 又得穿上冬装 她们在高山之中 更觉风景 以拟秀美 她们的船 大多数时间 都由一伙倩夫拉着 一只大货船 通常要用五六十名倩夫 她们边拉边喊耗子 那身影浑厚迷人 遇到激流险滩 倩夫们就得抬起船 走旱路 她们倒有时间 互相取乐 只等船通过湍流 她们沿金沙江 随江流起伏漂泊 一天走三百公里 一直到了云南 云南四季如春 到处开满烂漫的鲜花 有一种花 大的像牡丹 红色 白色 黄色 满山都是 抬头望去 宛若一片绚丽的晚霞 山里 还有许多种蘑菇 有一种 大的像雨伞 雨天 可以躺在下面 避雨 蘑菇的味道 十分鲜美 云南火腿 也是很有名的 加上 只有在山中 才能找到的香料植物 那滋味 就更香美了 她到过 据说 住着道士的 广东罗浮山 山高路险 奇风怪石 缠颜俊俏 几座山之间 仅有木桥相接 穿行其间 倒能忘了害怕 有个桥的名字 很吓人 叫悬丝桥 桥面非常窄 好像人的性命 都悬在一根丝上 旅人必须决定 是进是退 不过 通常已经爬到此的人 并不会因害怕 而放弃此行 在古代 中国的文人雅士 都要学琴 琪 书 画 爸的朋友中 除了后来 成了我义父的赵叔叔 无人精通四溢 爸 不会情 奇 他常开叹 你赵叔叔 真是个天才 他若身在宋朝 徽宗年间 就用不着 在这繁荣的公式上 浪费时间了 徽宗自然让他 施展才华 他或许 就成了宋代 杰出的山水画家 和书法家 第一次见到赵叔时 他正忙着公务 三哥 快请 从旁边一间屋里 传出亲切的招呼声 用人带我们 走进他的书房 见我此时作画 不觉惊讶吗 还有堆积如山的公文 等我批呢 贤弟 真有你的 这种休息的方式 不错呀 爸说 他拉着我的手 穿过一扇屏风 一只古青铜香炉里 香烟缭绕 香味淡雅一人 令人感觉 好像置身于松林之中 赵叔办公的桌子 有双人床那么大 上面摆了不少 大大小小的花盆 有兰花 水仙 梅花 还有的上面结了一簇簇的红莓果 屋子左脚有一张大石桌 桌上摆着一只古琴 我以前只在画里见过 我禁不住走进石桌 来 先给你叔叔见礼 爸对我说 何必居礼 赵叔对爸说 然后转向我 我特别喜欢小姑娘 你爸说过吗 来 看我画画 我那天见过你的画 很有天赋 过些天 让你看看我的画集 不要乱听人讲什么 只要努力就能成功 不是那么回事 在他上学前 你教他一些 他很乖巧 好学 有股钻劲 我可不是在替他吹 吹吹也没关系 赵叔说 竹林跟我讲过你的女儿 他总是夸她 说她可真是个聪明绝顶的丫头 竹林 指林书华的第一位绘画老师 王竹林 他确实是个机灵鬼 朋友们都宠他 爸笑着说 那校里有几分为女儿的得意 赵叔放下笔 邀我们到另一间屋子 他又对我说 有四个字 你必须首先记住 明 利 俗 懒 这是工作的大计 一定要尽力避免 我虽然不大懂 却连连点头说 是 爸看着我说 孩子 你还不懂 记住这些 以后 你会明白的 老修 赵叔笑着说 说真格的 我倒不愿他记住这些 那样 他就成不了真正的画家 过了一会儿 一位侍从 带我去见赵叔的妻子 他的卧房在书房后面 侍从把我带到门口 门帘撩起 走出一位老妈子 小姐 他笑着招呼我 夫人等你好久了 他刚去了花房 一会儿就回来 你先在屋里做花 他端上茶 和四叠甜点心 放在我面前 让我自己用 过去招待客人 都是这样 我坐在屋里 环视整个房间 家具都是红木的 雕花不如我家的精致 桌 椅上 都铺着蓝色和紫色的 汉代丝绸 不带刺绣 纱窗帘是浅黄色 阳光照进来 嗅闻到一股水仙的新香 在过去 养水仙 是门艺术 水仙养在盆里 放上水 铺上精选的小卵石 从水仙盆 和小卵石的选择 能看出 养花人的情趣 品性 窗前摆放着 一张大的红木桌子 桌上 有两个大理石花盆 一个养着水仙 另一个养着一种 雅致的 壮丝松树的植物 我的小姐 一位身材苗条的妇人 从窗外叫我 她走进屋来说 别生姑姑的气 让你等了这么半天 我光顾了在花房里傻忙 你再坐一会儿 我得先洗洗手 从第一眼见到我 她就显得跟我很熟 可我不记得以前见过她 几年以后 当我听到她的死讯 感到非常悲哀 我偶尔翻翻画本 觉得她长得很像梦娜丽莎 温柔的眼睛 玫瑰般的嘴唇 还有她的鼻子都很像 她站在我面前的姿态 也像画中的梦娜丽莎 她个子不矮 穿了件蓝睡衣 优雅地坐在沙发上 你爸爸到底把你带来了 我早听说过你 一直想见见 我特别喜欢孩子 尤其是小姑娘 侄女们在的时候 我常跟他们一起玩 她亲切的话语 使我很快忘了自己是客人 她像老朋友似的 跟我讲了许多事 然后 她带我去了花房 我们在花园里漫步 花园是赵叔夫妇两年前修的 种了好多树 挖了池塘 弄来许多假山石 还造了两座小桥 一进前门 你就会发现 树木匆匆 连房子都眼遮起来了 那些假山石跟真的一样 浑然天成 你叔叔和我都不喜欢待在城市里 更爱山乐水 我们看这块地不错 很便宜就买来了 我们推倒旧房 盖了新房 有意思吧 可惜你叔叔总是忙他的工物 花园都没人管了 你很孤独吗 听她的语调有点忧郁 我问 当然有事孤独 她停顿了一下告诉我 她生过一个女儿 若还活着 有七岁了 现在的生活就会大不一样 老天真是不公平 我记起妈常说的这句话 更对她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她觉得这话 从一个八岁女孩的嘴里说出来 有点好笑 就问我 为什么认为老天不公 我跟她说起我们家的事 告诉她 妈因生了四个女儿 总感到不快意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女儿 愿意吗 走 去跟你爸和你叔叔说 他们一定高兴 她紧紧拉着我的手 朝赵叔的书房走去 爸听了 要我给赵家当干女儿的主意 真是高兴极了 她笑着对赵姑说 弟妹 我当然同意 我带她来的时候就想 她该属于你们家 你们可是摘去了我的心肝宝贝 他们决定挑个良辰吉日 请几个朋友来庆贺一番 回到家里 我可得意了 跟八姐讲 义母长得很漂亮 她家的花园也可爱 八姐还不信呢 几天之后 我成了赵家的干女儿 照常理 干女儿不需改姓 父女间也没任何的责任和权利 只图双方幸福快乐 女是义父母为亲生 义父母是女为己出 过季那天 爸带我来到赵家 我送给义母一块衣料和裙料 送给义父一双鞋 一顶帽子 他们给我一件皮袄 一件睡衣 一双段子鞋 还有一顶皮帽 料子都是上好的 除了这些 义父还送我一本 王元吉的画集 义母送我一支 欠着红 蓝 绿宝石的小表 这是我第一次得到珠宝 可惜的是 日军清华期间 表给弄丢了 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义母一想我 就派她家的老门房来接我 家里人知道我要去哪儿 常取笑我说 石可是个好数 要不单单小时那么走运 谁不想认个有钱的干爸干妈 当时我没事就去看义母 跟她在一起 可不是像家里人想的 喂吃得好 能上街 还可以看戏 是义母的温柔善良 和独特的艺术气质吸引了我 我是家里的第十个女儿 自然不被看住 我就不记得 曾在爸妈的膝头撒娇耍赖过 倒是有一次生病 妈坐在我的床头 心疼地抚慰着我 这是我童年时代 最幸福的记忆 我一想到自己是个女孩 就感到自卑 总不敢大声说笑 我很敏感 因为家里根本没打算要我 爸发现我能画画 才突然宠爱起我来 除了妈 五妈和八姐 家里人对我也变了方式 他们说 我要是成了画家 那是老天瞎眼 三妈一见到我 总是怪声怪气地称我 大画家 经过他家的院子 我总设法避开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